环球央行偏宽松的货币政策,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已至全球实体经济前景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下,均有助推高金价表现。资金流入金市避险,纽约期金升穿1800美元。不者此前多次建议投资者于投资组合配置黄金相关资产。 疫情及央行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仍支撑金价。今年预金,金价已经上涨于18%。于ETF持续流入。美国联储局政策及新兴市场需求改善等。廖章市金价于较高区间内交易。 另外,恒指站未能稳守250天线。离岸人民币一度升穿七算水平。但其后回远,拖累对人民币敏感的内房股。 尽管内房6月销售数据回暖。但在近日内房普遍急升下,妙议反映大部分营运数据上的利好因素。 短期再突破向上机会不大。另一方面,金融股经过连日急升后普遍回落。 而且未能从上3月中旬下跌前水平。 不者相信短期内,金融及地产等旧经济板块的基本因素仍然偏弱。 盈利能力受到考验,对于股价推动作用非常有限。因此,我们认为旧经济板块只存在反弹。投资者而趁今次反弹浪元结之前减持该板块持仓。 反之,科技及医疗板块抗跌力较高。科网股中比较落后的阿里巴巴09988周二突破227元阻力位。 创上市新高。其他二线科网股中,微盟02013亿市升近4.5%。 拥有云概念的软件开发商金碟国际00268亿创新高。 至于之前推介的金山软件03884天RSI已升至80严重超买水平。 或出现短期调整,投资者不妨趁现水平先行沽出获利。 中观科技板块表现仍然较强。其抗跌力亦较高。 反映资金仍然偏好科网股。 建议组建投资组合时加入具研发能力及市场领导地位的科网股。 另一可留意板块为物馆板块。 物馆股股价于6月份平均6得负增长。 同期恒指质上升约6.4%。 表现跑输大市。 不过,由于业务对经济周期巨抗跌性。 加上盈利增长前景可看高一线。 物馆板块可望追落后。 早前多只物馆股配股集资。 短期内再向市场集资机会不大。 表现水平股价以反映配股因素。 投资者可留意据并购能力及资金压力小的物馆股。